第十八集 满满的全是植物的根须 有的贴在墙壁上 有的贯穿整个下水道 有的深入到地底 仿佛这庞大的植物根茎 已经占据整个城市的地下世界 灯光所及之处 木栗所及之处 就全是这种粗壮的根茎 这种奇特的景象 让他忍不住就想到 神话传说之中的世界之术 这 这什么玩意儿 看到这奇特的景象 刘畅不自觉就从扶梯上走下来 抚摸上旁边一个 比他腰身还要粗壮好几倍的根须 问道 这是哪个树的根啊 不知道 根本不在这片区域 是从远处延伸过来的 李清水说着 打掉刘畅再抚摸植物根须的手 继续说道 别乱摸 上面有酸液 小心手被腐蚀掉了 其实 我怀疑这些根茎 是有攻击性的 只不过 它现在似乎在休眠中 没有动我们罢了 李清水话音未落 果然 刘畅看到几条细小一些的根茎 在灯光的照耀下 在细微的如动着 仿佛一个熟睡的人 那微弱的呼吸 并不是像一般的植物那样 静立在那里一撑不动的 怪不得这里没下水道怪我 全被这植物给吸收了 看到这些如动的植物根须 刘畅脑中突然就想到 它们铺天盖地席卷过来 包裹住自己 注射消化液吸收之后的情景 随后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赶紧走吧 一会儿它醒来了 我们都玩吧 我想采集一点样本再走 李清水说着 用衣服上扯下了一块破布 包裹住左手后 右手又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刀子 刷的一下 就割掉了一段细小的植物根茎 随着它这个动作产生 站在一旁的刘畅 吓得浑身一抖 叫道 你 干什么 别担心 它那么大 割掉这么一小块 就如同在人身上 割掉一根寒墨似的 感觉不到的 李清水说着 就把那段被割掉的根须 赶忙用包裹着 破布的掌心接住 然后电筒照上去 两人就看到那条根须 如同壁虎被切掉的尾巴一样 在那里弹动挣扎着 四处喷溅着腐蚀性的粘液 把那破布烧焦了一大块 好神奇的植物啊 仔细地盯着这弹动的根镜 李清水的眼神 如同在看一件质宝 好了好了 赶紧走吧 我感觉你现在 越来越像疯子了 刘畅走到李清水面前 把他墙拉到了 铁扶梯那里 叫道 赶紧出去 只不定下一分钟 那巨兽就醒来了 嗯 这次李清水没再反驳 收好刀子 包好了弹动的植物之后 他顺着铁扶梯爬了上去 哎 疯子 刘畅叹了口气 从下面钻了上去 再次来到 红雾缭绕的世界 走吧 钻出了下水道 两人找到 等候在那里 一脸焦急的胖子和小女孩 找到另一边 在地上拽着青草的士兵 那东西不能吃 李清水看着那几个 在那里拔草的士兵 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那种草如果吃了 你们会拉肚子的 到时候连肠子 都有可能被拉出来的 啊 哦 几个士兵听了李清水的话 将信将疑地丢掉 手中那长得很像 小白菜的青绿色的植物 遗憾地说道 哦 既然这样 那我们回去吧 好 刘畅率先点头同意 他再也不想待在这个地方了 随后就是一路无话 刘畅和李清水几人 在士兵的陪同下 回到了军区 随后又在几个士兵的带领下 走进一个 类似办公科室的地方 那里有一个军人 早就恭候他们多时了 在仔细打量了 这个军人之后 刘畅发现 自己竟然见过他 这人赫然就是 上次小勇父亲告状 没告想的 那个干练的连长 受着好 因为上次对他印象不错 所以进来之后 刘畅主动打了个招呼 后者看到刘畅进来 也是愣了一下 显然他还记得这个年轻人 你好 都坐下吧 连长指了指 办公桌前的方瞪 说道 事不多 一是感谢你们 给军方提供了食物 二是想问问食物的来源 也就是说 你们获取食物路径的方法 连长说着话 从下面提起了一个包裹 说道 这条狗 一共七十斤 有十几斤不能食用的部分 我已经命人切除 现在还有五十多斤 可以食用的骨肉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我们就把这十几斤 不能食用的部分 全部拿走 然后再拿二十多斤骨肉 剩下的三十斤 给你们 或者反过来也行 当然 如果你们能够提供给我们 有效的狩猎方法的话 这些骨肉 我们一分不要 还会再提供给你们一些饼干 你怎么看 连长说着 忘了一眼李清水和刘畅 显然在征求这两人的意见 其实经验也没有什么 就是多注意猎物的嗅觉和听觉就好了 这些书上都有写的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至于其他的 就是靠运气了 没其他的 真的没了 连长的眼神从小女孩 胖子流畅身上一一飘过 随后说道 你们中间 有一变者吧 嗯 不要做出那种表情 一变者几天前就开始出现了 我们的军队那么多人 自然也有一变人员 虽然数量很少 但是 也有 编长敲了敲桌子 有没有想过 被军队服务 我们只是运气好罢了 随便吧 你们想好了可以随时来找我 这个话题 我不再继续了 说说肉怎么分吧 我们只要能吃到那部分就行了 好 连长点头 把那三十斤的肉 推给了流畅 吃的时候 不要引起骚乱 现在外面的人是什么情况你们都知道 军队厨房借给你们一间 秘密使用 注意 别引起骚乱 还有 现在距离这条骨死亡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肉都有点 味道了 再不吃 就要坏掉 所以 不要存放 嗯 我们知道 结果肉 闻到上面散发出来的腥味 流畅饥饿的胃部突然抽搐起来 但是他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问的 能不能用肉换你们一杆枪 换枪 是的 换一杆枪 用于以后受炼 这里有三十斤骨肉 我们一顿也吃不完 而吃不完的东西就会坏掉 就浪费了 所以 我想用十斤肉 换一杆能打猎的军用大威力步枪 便于以后生存 换枪不行 我没有这个权限 刘畅话没说完 就被连长一口打断 正当前者失望不已 想改口用肉换饼干的时候 连长却再次说话 枪不行 但是用于打猎的话 军用突击弩 会是更好的选择 他一边说着话 一边给刘畅身旁的士兵使了个颜色 后者会议了 离开了这里 片刻之后 士兵拿来一个绿色的十字弩 放在了连长的桌面上 这弩很有军队的色彩 弩身是野战军军装那种绿色斑点色 便于丛林隐藏 结构属于十字弩 横着有成年男人一个小臂那么宽 竖着比横着长一倍 金属材质很好 放在那里看起来增量无比 怎么样 这种军用突击弩 是一种很优质的武器 你野外狩猎的时候 这种东西 适用便捷 没火光 没声响 利于偷袭 而且 中近距离下 射出的弩箭 比一般的突击步枪的子弹威力还大很多 虽然有射速慢 但到不好的缺点 但是 你又不是用于扫射和杀人 这种武器 再适合狩猎不过了 怎么样 十五斤骨肉 再附送你 七根大型弩箭 和十根小型弩箭 成交 刘畅看着那军绿色的突击弩 眼中闪出了火花 凭借这个武器和他的视野 以及小女孩的感知和李清水的经验 他相信 以后再狩猎的话 就不会像这次这么艰难了 很好 看到刘畅同意 连长又从他那里 拿走了一半切好的骨肉 而刘畅等他拿走东西后 也拿回了自己的东西 这次和军方的交易 就算彻底完成了 没别的事的话 你们就先走吧 连长看了看桌上 已经散发出味道的骨肉 脸上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显然他也不想浪费时间 好的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刘畅几人挥手离开 最后 再提醒你们一句 吃东西的时候 千万别引起骚乱 饥饿的人群是很可怕的 而骚乱这种东西 是会传染的 放心吧 我们明白 刘畅几人点头离开了这里 出门之后 刘畅抱起了一瘸一拐的小女孩 你知道连长分给我们的厨房在哪吗 知道 那就好 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 没事 那小狼狗咬合力不强 伤着皮肉 没动着筋果 但是不影响行动 而且我感觉 我现在的伤口愈合速度 比以前还快一些 明天应该就没有大碍了 那就好 捕猎这件事 一天都不能落下 虽然你现在家伙也有了 吃完这顿肉 也补充好体力了 但是毕竟人需一日三餐 而食物又保存不了 要有危机意识才是 更何况 捕猎这种东西 运气成分 永远占到成功率的50% 所以 不能大意啊 我知道 在这个世界里 我从来没有大意过 嗯 一路闲聊 李清水就带着刘畅等人 来到了一间厨房 站在厨房门口 刘畅发现这间厨房很小 并不是给部队 做大锅饭的那种厨房 里面全是小锅小灶 应该是给领导 首长之类单独做饭的地方 就是这儿了 胖子 你去把朱连叫过来 我们一起 大吃一顿 好嘞 得到李清水的吩咐 胖子一溜烟的就跑过去 速度轻快 一点也不像末世里一个饿了好几天的人 说到吃都来精神了 走吧 李老师 我们进去开始做饭 嗯 李清水点了点头 把他那短袖 而且已经被撕烂了一块的衬衫 挽到了肩膀椅上 随后拎着肉就走了出去 接下来就是一阵丰富的料理工作 刘畅在家很少做饭 有父母在的孩子永远都是懒惰无比的 但是虽然没吃过猪肉 他还是见过猪袍的 所以大致也知道怎么做 就索性先把弩箭放到一边 和李清水来 两人把肉抬到了案板上 好生切片料理起来 哼 我跟你说过 今天给你打来肉吃 把怀中的小女孩放到地上 刘畅拿起一片肉炫耀式的 在手中晃了晃 说道 你看 果然就有肉吃了 嗯 小女孩看着肉食 吞咽了好几口口水 重重地点了点头 而就在他俩说话这空档 胖子也把朱林叫了过来 两人随后也加入烹调的行列 而处理食物时 面对着几乎用生命换来的食物 流畅甚是真知重知 每一刀下去 他都思索再三 生怕破坏了这鲜血淋漓的美好食物 对于这些骨肉 李清水也本着营养不外泄的原则 强烈要求清炖 按照他的说法就是 清炖了 汤水也能喝掉 补充身体能量 而且这种烹调方法 本身也不容易流失食物营养 要比其他的烹调方法更加适合生存 他的这种无可辩驳的说法 当然也得到其他人的认可 所以片刻之后 一大锅狗肉汤就放在了五人面前 煮熟的肉食浓香四溢 五人陶醉地闻着这味道 围在锅前甚至不忍心下口 刘畅拿起筷子 双手合十 我终于知道 古代人为什么吃饭前要祈祷感恩了 我现在吃饭时 都有种被恩赐的感觉 那就感谢天之恩赐 赐予我们食物 胖子说着话就拿出了一个勺子 一勺滚烫的肉汤 他没吹两口就喝进了肚子里 随后发出了长长的哈声 感叹道 唉 感谢上苍 这才是人生啊 唉 毕昨晚吃的那屎味浓汤 好喝的何止一万倍啊 刘畅也咬了一勺放进嘴里 浓香的味道从他的味蕾 一路绵延到大脑 一口汤之下 浑身的毛孔都张开来 所以他不由自主地 也跟着胖子说了一句 感谢上苍 别提那菜了 今天上午我跟助力实在忍不住饿了 就吃了点你们昨天剩下没煮的那臭菜 真难吃 胖子说着又是一大口肉塞进了嘴里 注意到身边的小女孩一直没有动筷子 刘畅也给他夹了一块肉 笑道 吃吃吃赶紧吃 这肉可是用你一半的功劳的 今刘畅个人连骨头带肉三斤呢 放开吃 不够吃了 明天我再给你打 嗯 小女孩看了刘畅一眼 放下顾忌 如同一只流浪的小猫那样 大口吃喝起来 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片刻的幸福之中 末日偷得顿饭贤 这是绝望中的天堂 所有人都在享受这幸福的时刻 不再言语 房间里陷入片刻的安宁 整个房间只剩下人类吞咽食物时 那最原始的声音 直到进餐接近尾声 一会儿吃完饭 你练习下那帮弩的使用方法吧 李清水率先破坏着安宁的气氛 他放下手中空空的碗筷之后 对着流畅交代道 只有多练习才能熟练些 关于射箭方法我也不懂 你自己多摸索下就行了 这是个熟练活 哎呦 那把弄太新了 有点反光 一会儿抹点灰上去 这样便于隐藏的 知道了 刘畅点头 把自己碗中的最后一块肉塞进嘴里 一顿饭的幸福时光匆匆而过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